大家说说看自己在年轻的时候 穷在哪里 在海外然后当练习生的时候 当时的公司然后是只负责中餐 然后还有下午的饭 然后但是大家练习一天 然后练习到晚上10点 12点 然后回到宿舍的时候 真的会好饿 一定 而且又长身体 所以我当时真的是饿到了 我尝零食 因为有些时候其实 社友们就可能家境比较优越的 就会觉得啊 拿你一点零食吃没什么 但他一吃了 我晚上就没东西吃了 当时特可怜 当时有个小姐姐就是 经常开车带着我出去吃饭啊 带着我出去玩啊什么的 然后有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吃完饭以后 他开车带我离开那个停车场 然后有个大叔就说 哎 交一下停车费 5块钱 然后那个小姐姐翻了一下钱包 里面全是100块的 然后就随声跟我说了一句 随身 随便 说 哎 你有没有5块钱 然后我的表情就是这样的 我没有 我当时连5块钱都掏不出来 我当时上艺术学校的时候 不是我们穷一个 是整个我们男生都穷 就都没钱 该借的都借完了 该蹭的都蹭完了 该攀亲戚的都攀完了 没钱没人管我们 就看门老大爷正在那个 火炉子那热饭呢 我心想 我说有饭吃了 但是我不能直接过去 我用个招 我回宿舍找了两个发霉的馒头 找了两个发霉的馒头 就是半苦嘛 过去以后 我宰他那也烤馒头 大爷说这馒头都这样了 还能烤吗 我说大爷没事 凑合过一顿两顿能吃 大爷说那尽量少吃点 就看着我把这个馒头吃了 你知道吗 我住的那个方庄 那个很高的楼 地下二层有 那有社区的菜市 我有一次去买发现 到晚上七点过要关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 特别便宜地处理 我每次我就会装 其实我那个时候 还挺装的时尚 我就说大爷 这个菜不太行了 他说这小伙子 你要的话一毛钱全拿走 我就哎呀 这个不太好吧 他说你要不要 我要 有一次我下班 加班晚了 到那七点过 大爷大妈都走了 你知道吗 我看那个角落里 有一堆烂菜 上面有两个还不错的窝笋 我就走过去 当时我脑海里 有我妈的一句话 我妈从小就告诉我 永永 真或念 死活屁 绝对不能去煎东西 我当时就在斗争 我说我做了这个动作 我从今这一辈子 就有这样一个 永远难以回首动作 我就走过去 真或念死活屁 我妈就在屁上面飘 真或念死活屁 真或念死活屁 我真的就拿了两个窝笋 我回去炒了吃 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